早安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馬米早晨 又是世榮在跟大家說說 今個星期日賽事究竟十場賽事下跑B難 記得有泥地和草地和早了少少開跑 為甚麼呢?因為中間會有其他賽事 可能早了三個字開跑給大家看 頭場是泥地賽事也有泥地 跑B難在草地上比較公道的場地 看看那天天氣如何 但未講之前記住 頭場早餐賽事在馬米早晨介紹給大家聽 記得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下角有顆四星同珠 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到星期日Live的時候 我就會和Tammy一起 很久沒見他了 可以和他開著堅仔賽馬APP 一起看Live 看看大湖落飛、臨場動態、行圈狀態 如何分析給大家聽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我們頭場早餐賽事 有甚麼介紹泥地碼給大家 擺放第一選也是 有時跟大家說 內蕩碼 尤其是內蕩碼1650 為甚麼呢 泥地因為1650轉兩個彎 裡面省了位置 你看一二三檔 他們的上名率 甚至乎勝出率 都比較偏高 當然有個別例子 就是外檔級進來 極端跑法 例如放頭的幸運勝區 又或者流到大後上的馬 都有些機會 這個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基數也足夠 跑了八十幾九十場 都可以做了一個參考給大家 但是大家記住 選馬的時候 都是以馬實力為優先 有些馬 他會想辦法克服當位 只要前提是甚麼 他能跑得到才行 在說雷霆戰區 前一場大二滿輸了 再前一場四班 雙天志鑽引水智 那一場是夾到你放的 你看到兩隻都放的馬 只有他一隻可以這樣追上來 雖然沒有威脅 輸了兩個幾馬位 田太安沒有騎錯 為甚麼這次不找到田太安 又是莫雷拉勇 夠輕綁 這次還有個好檔位 其實這隻馬 你會看到他之後兩次跑1650 其實方仔都立心等甚麼 等1650黎迪才報 奈何又抽11、13檔 大家剛才聽到 黎迪又經常都是李前置 你一抽外檔 追不及就追不及了 雖然這兩次都有點報促 但是一些後上馬 就算輕綁 有時太利前領就追不到 上次出現這個不良於行 這場我猜他會因為這個不良於行 上次莫雷拉都七倍多 最重要就是看看不良於行之後 那個神操紀錄如何 回到重化之後 有跳 回到重化之後 行不行呢 就不知道 但是這次他會因為檔位好了 就不用那麼辛苦留得那麼厚 放在中間對他來說會好一些 這些馬在四班是比較好處 而且不良於行 李背後始終對他的壓力 比下五班跑好 我有時都明白 方仔為何不等五班來的 都有原因 好了 講完這隻之後 如果你怕他追不及 覺得這隻很熱的馬 這次也很熱 當它變得漂亮了 有機會輸 就可以想想這隻什麼 印水紙 印水紙這隻馬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在持續地進步中 連續打搭三次都在三甲 這些馬六歲 現在才熟 以前他是1200米公堅 但是現在就選擇怎樣 1650 氣量養成 落腳慢了 但是落腳慢 畢竟1200米的時候 都試過放到頭 那就是什麼 1600米他要放很輕鬆 不需要用到潘頓這麼好養成 用蝕恩一樣可以 因為潘頓會鬼上身 有機會 但是蝕恩也就走了 有這些馬有得搏 怎麼不搏 這次不是因為他騎 背了八磅回來 就有機會是怎樣 有機會是換到一個好一點的倍率 看看蝕恩騎 如果太熱當然不要 但是這場如果不太熱 都還可以考慮 至於後尚馬 又變得 除了雷霆戰區追得比較厲害之外 其實彪之王者 蘇寶羅馬房 又七歲 又外當 拿你命三仙 上次四十幾倍 但是跑的第四 一點都不差 為什麼這樣說呢 輸兩個馬位是沒有威脅的 但是你看看 這個秩序就是 雖然這堆馬都是追的 日走月章 上面田傑一致 甚至贏馬華卓程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馬 標之王者 還沒轉彎前 已經走了三疊 還要怎樣 Half miss有點慢閘 變成了他就扭到包尾 以他最後這樣走法 其實是走多了很多 和用力用多了很多 所以這場換回田泰安 黎底成績比較好一點的騎士 在這場他叫做有些能力 如果莫雷拉一隻二弟的雷霆戰區 你怕他不在 他老友田泰安這隻標之王者 不妨考慮一下 當然 這兩隻馬 田泰安和莫雷拉兩兄弟 這對後上馬要追到 前提是要印水紙 要放得夠快 那怎才知道他有馬燒他 這場也比較多 又有幸運勝區 幸運勝區其實陳家希贏 很合理 這隻馬根本跑這個路程 就沒有輸過 說真的 自己看看 1650可能沒那麼好 跑1800就沒有輸過 但是上次跑1800 說錯了 我想說1800就沒有輸過 你說1650行不行 他1650 為什麼你說 那縮程不是應該跑得更加快 其實關鍵就是他比較均速 就是他沒斷不夠快 如果你要他贏 唯一的方法就是快步速 那快步速 他就可以走掉多一點 走掉多一點 以後的軍速 就沒有那麼容易追到他 他不會那麼快斷 因為1800都會贏到 1650 縮下來 他就可以放快一點也不怕 這次用巴道 14檔 如果不快放會怎樣 走四五疊 開閘沒多久轉彎 所以就算不是陳家禧 不用擔心 他也算是很輕綁 上陣 這次加了六分之後 只是對手強了 這些馬頭都很麻煩 證明過去沒事 那時候他貴尾可以繼續用 他五歲開始大熟 沒有所謂的 所以這些馬 升一班 我也只對手強 沒有波哥哥 勝出美力那些 那麼容易對付 但是你如果看回勝出美力 他再出都會贏 那就是證明 這場後賞馬 都要有些水準 他賺形勢贏 但是升一班 他可以再賺一次 十四檔 背拍著 印水紙一起放 到時大家就可以看看 看了一場泥地之後 你就知道三T場次 第五場那些泥地是怎樣 這場是混亂的 不過混亂之中 有些馬 都可以是比較有實力一些 或者贏過這些路程 都可以先選 十四檔不是不選的 極端跑法就想想 好像這隻放頭一樣 好了 接著說完這四選之後 我們先去廣告 廣告回來 再說一下藍色那些 大道智政的 這些邊線馬 我選 為何不選 待會稍後告訴你 你看看他的廣告 好了 去完廣告之後 我們回來 就是在說大道智政 其實大道智政 你看看海外賽職 他根本就是泥地馬 贏膠沙地 千九都可以 何況不是 當然 之前他還沒夠分 減了59分 他又不跑去跑 跑去跑四班 結果潘頓輸一次大廣告 這次用加利 其實那個難度 就不會說高了 因為這個騎士都算太差 看到他說換了潘頓 當然就會分了很多 那問題來了 夠不夠跑呢 衝出四天 以我認知這個馬房 照計算是不行的 因為他下班 如果是可以 應該有些東西看 那這隻最壞又不是放頭馬 也不夠快放的 跑去龍五零 因為這場快馬多 只能期望 他有個好一點的步速 縮後面 好像雷霆戰區一樣 一樣追上來 問題來了 雷霆戰區的時間 有四班那麼快 大條智政也是 不過大條智政 綁不同 所以這隻133綁 我覺得比較邊線 他會近不出奇 但是他不是很直的 另外就是榮冠大道 波仔選了這隻 我覺得這隻馬 在之前這幾艘 就用得比較多 薛恩贏的那一艘1650 騎得是100分 即是沒有挑剔的 沿途守領位 直路拉出來 雖然混了一混 但是這隻馬根本就是這麼多力 你不混 又好像我經常說天行見的故事 他力短 你不混他 他根本就跑不了 你讓他全程衝 衝到剩下100米 他就 即是不會站在那 他會維持那個速度 那就追不過人來 所以這隻馬 那次是騎到一絕 一絕之後 你就知道怎樣 可以贏到馬 他只不過是贏緣分 這些五班對手藥的時候 放回來的馬 Tammy第一天上班 就看到緣分 看看這次 沒有緣分之後又怎樣 這隻馬 榮官大到九歲 體能上 會維持到的 但是 你想想他上次再出 涉恩都是用同樣的檔位 只不過 背多四磅 就已經完全沒有威脅 你可以說 步速慢了 路程長了 等等原因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這隻馬跑1800更厲害 如果你有印象 你在堅仔那裡 按這個統計資料 他根本就是1650和1800 1800是Win多些 還要不用出那麼多次賽 三甲都有幾次 那就是說什麼 他其實是中距離馬 當然 但是跑1800 他更拿手 所以這隻馬在五班 我會認為比較上風 但是他現在在四班 難度會相當高 因為那些對手真的比較強 那麼他在五班才夠力增勝 五班你也不能入位 我想你四班也難一點吧 背輕十九磅也不是大債 好了 講完之後還有添友運 添友運就不同的 始終這隻馬就贏了四班 四班贏了1200 行不行的1650 本來就很難 因為你增了情 你的末段就沒那麼快 除非這隻本來就是一利馬 那是不是印水紙的個案 那你要看 問題就是這隻馬之前 田泰安贏也好 又或者你見到 何宅堯擺前走 甚至乎中間 以前他跑得比較好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隻添友運 都是一些守得比較好位的時候 做得出來 還有這隻馬現在只有四歲 他還有他的進步空間 有時候他以前快腳 其實他贏的都是千四而已 千二我覺得對他來說太過短 所以你看到他不能放頭 亦不可能放頭 除非沒有馬放 不過泥底很少 這隻馬輸的第三其實是強的 為甚麼 你說電子兄弟再出沒東西看 龍騰飛翔都是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龍騰飛翔在這場 其實在這場贏馬之前 其實他再出都輸給時事滿意兩邊 是三班 很強的 他其實在泥地之前 他根本就經常在三甲 沒有掉過一批 還贏過 即是說甚麼 他是一隻很強的千二來地馬 你輸給他 人家是賺了前置優勢 和電子兄弟 你就是反捕捉的 大家看到 再大大都是賺了捕捉 輸三的馬 他是虧了捕捉追上來的 雖然你看到紅色是快捕捉 但我經常跟大家說 泥地有時地快就會這樣 你不要看時間看得太重要 反而你看看身旁的馬 全部熱門 我明白 擺前走那些 但是 他的冷門不是應該更加不利嗎 劣勢嗎 這樣都走進來 證明甚麼 他的縮程 對他來說是反了步速 令他一隻放頭馬 變成後上 都追到 其實難度相當高 好了 問題來了 可以嗎 跑了650 現在不是1200 你說了那麼久 說1200我就相信 問題就是 這次添有運 他1650 其實以我認知 這隻馬 應該長遠來說要跑一里 我擔心唯一是他反而不夠氣量 所以 如果大家不喜歡標之王者 不喜歡雷亭戰區 他不良於行 隨便一隻 你說莫萊拉 原來臨場十倍 就不是了 沒有落飛那麼好分 那你就不要了 擺回添友運下去 就跳開了大道致政 和榮觀大道 不要了 現在擺前一點給大家看 讓大家明白 自己的手機都可以這樣 前前後後就這樣玩 至於潘頓鬼上身 贏完蝕恩那隻 都讓給你印水紙 我說你看我多好人 送你回鄉下 就要了盈藍 盈藍上次後尚其實都挺厲害 為什麼呢 他事後驗到氣管有血 證明什麼 這隻馬 氣管有血都追進來 還要周進落的騎宮 都不是十分好的 所以他仍是見習生 就是減三磅 還未完全不細業 那你就知道這隻馬 在十三檔 逼著留得後 有些本領 無奈 這次他跑了650 繼續外檔 十十二檔 還要潘頓背多七磅 這些個案 騎宮和氣管沒有血 你當他沒有 休息了40天 其實 贏不到的機會 是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 所以這些馬 他如果太熱 是不值的 當然 你說六七倍 你想試一下 OK 沒問題 他走進來 不容易 也很正常 上次印水智賺了 他又虧了 加有血 這次是當衰 還有四歲馬 都還有進步 休息後會好一點 試習也試給你看 沒問題 正頭正路 他是一些正常有機會位置 你買四年環 單T 甚至為此 叫你拖 OK 沒問題 不過你看一下賠率 因為他什麼都七磅 畢竟也不是太容易 如果他來的形勢是正常 甚至有些地方 這些馬跟雷霆戰區 跟田泰安的那隻標之王者一樣 都會追不到 所以大家衡量一下機率 至於 余金堡 他就是放頭馬之中比較劣勢的那隻 你說不是 這隻十三檔 剛才我看到 你說放頭那隻幸運勝區是十四檔 他才是被人頂外諜的那隻 此言差異 有時大家要想一想 那些馬 哪隻快些 放到頭要緊要一些 還有他單一跑法 幸運勝區 如果大家看看他三甲 其實他贏三次 都一定要 甚至入位也是 他都一定要放頭 即是說 單純地跑法 他不放就 基本上跟輸了沒有什麼分別 即是說他十四檔 局搶 局搶 所有放頭馬 如果要搶 只要不是大力吹拆 他都有少許推 不過 組斷直路比較長 千八 這隻 有機會 應該說 他有機會 比預金寶快 都大 因為 這隻馬 雖然他夠快 擺前走 但是 你想真一點 其實他都試過跟馬跑 如果我抽十三檔 欺威心的話 他不會落力去搶放這隻 就試過不行了 你試過得到那些是短途試襲 只是證明他有速度可以擺前走 但是回來華卓晨那些沒有威脅 所以這些馬 自己作為邊線馬可以 或者你真的很不喜歡 或者看到賠率上差太遠 譬如 我舉例 印水子 不是印水子 幸運勝區 如果幸運勝區 那個賠率是七倍 或者八倍 因為剛剛新勝又贏得輕鬆 會有些非不奇怪 七八倍 而預金寶是二十倍 上次都大冷門 沒有東西看過 輸了兩個 二三十倍 我覺得你選擇余金寶是好一點的 因為兩隻馬 哪一隻貼到二疊放 只是幸運勝區 余金寶也有機會 這隻如果去到這樣的賠率 可以試 但是如果相若 你說兩隻都十三四倍 我勸你還是行運勝區 始終他都會贏 這隻都沒有贏過 幸運勝區都叫了幾回合 不一樣的 贏過那些馬 我先不要說輝哥的馬房好一點 就是余金寶 還是行運勝區 丁冠浩的馬房好一點 所以這些馬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了 講完這裡之後 我們就後面沒有選擇的那些馬 還有什麼 還有在後面 一些我覺得可以畫了的馬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我們先去廣告 訂閱這個頻道之後 回來再講 好了 講健康美麗 健康美麗這隻馬 應該是跑1400是最好的 跑1650 對它來說就太長了 它沒有跑過 如果大家七歲 這隻馬 你看統計資料 它沒有試過在 不是沒有跑過 是跑過但是不行 應該這麼說 跑過但是不行 就是它沒有試過可以 跑過七歲 你可以看回 雖然是 它那時的分數 就是39分 它就升上來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你看回它的同情 它以前是在三班泰摩的時候 它就跑過 你說不是 滿冠紅這些二班泥地馬 和超巴神區 黃金甲那些跑 厲害很多 你看看這個賽後報告 騎斯潘頓 不是亂說的 所以 騎斯就表示 各首度各族 泥地的坐騎 似乎未能應付 試賽的徒程 它認為這隻馬 其實不是很適合跑 有人就不信扯 這個世界 或者潘頓錯 潘頓不是不能錯 都跑過兩次泥地 試過縮程跑千二 千二這隻馬 就試過追到 在草地 不過在草地 你看看 他在泥地 如果跑千二那次 其實 比起他之前 金貴 已經這麼說 在四班底 甚至去到39分的時候 他的表現 是遠不及 泥地和草地的比較 是遠遠不及的 所以你比較過之後 你就知道 泥地 墮居是正常的 因為這隻馬 就是泥地 官員就說過給你聽 不是陳嘉喜騎宮 不好不好 都不會輸二個馬位 馬會跑 超能力強 都不會輸二個馬位 不是超能力贏十個馬位 所以你知道 這隻馬 泥地 應該是不太適合的 我自己覺得 他到現在 跑千四 或者千二都好 去千二 其實梁家俊 是贏過的 當然 當然他跑1650 有時連掌馬 氣良掌成 會得不出奇 不過我覺得 這些機率實在太小 又是那句 長長你都要猜這些 你很多隻馬要貼 所以這些 你四年還博一下可以的 拖起來 不要膽 你說他實際上得的機會 我自己認為是小一點 就是入入前四 至於無名區 這隻馬 試襲挺好的 擺前奏 但是何良馬房 第一 大家當然要看低一點 第二就是 他跑千二 已經不算很快腳的馬 對著愛馬劍在外面後面衝 他也算是有衝勢 不過 愛馬劍在外面 一衝就過了 我那天就說 田太安鬼上身 你看到 就是聖二龍 田之兄弟剛才跟龍騰飛翔跑 印水紙我都放在那裡 這隻馬在數六個馬位 在說甚麼 甚麼輕磅 這次是雙弱 彩明少 甚麼都兩磅 不會突然間 爭情就變身的馬 如果真的一開始 一六五零就行 這些三歲馬就不用 不用跑這麼多次千二 我大底相相信 這些馬 連千二都應付不了的話 千六米會更加吃力 應付到的馬 通常就會見到 跟不到 但是直路肯衝 因為跟不到 是因為你不夠千二那些快 但是你有這樣的末段 證明你有體能 和你根本有這麼快的追勢 只是你沿途做不到 這些馬就適合增情 但是這隻 明顯就不是 你可以看看它的末段 23秒4 23秒8 23秒7 藍色都已經是慢步速 慢步速你沒有受了 都是這樣 在一個1650 我給你跑23秒7 照計跑長一點 應該慢一點 很正常 我給你跑23秒7 你就一樣追不到 因為印水字 都是差不多時間 在說前置 你收窄不到的距離 就是收窄不到 所以這些馬應該就不會贏 但是未至於我要畫 為什麼呢 經常都是和大家說一句 他沒有跑過這個路程 你就不要胡亂畫 因為潘頓有機會說 健康美麗錯 我也有機會說 我沒有明驅錯 所以不要舞蹈 不過他沒有跑過 我只是跟你說 這些畫不可以畫 不過我不會選擇 一定不會 至於我認為比較畫得那些 就是季初有場很強的組別 跟進幾隻馬 天空之城 都是屬於 都是屬於在那一場 有緣人 浪漫組合香音 這場70場次 全部的馬 先先後都贏了 只有他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彎了些什麼 跑最近還要輸得比較厲害 我猜都是立心減分 但是這場不是五班 所以我用黃俊 我想那個贏面 都是很小的 上次就跑了1650 雖然萬閘 但是這些馬 根本完全沒有走勢 跑了1650 再相同路程 不會突然行 如果這樣背小五磅 戴過防沙眼之後就可以 應該很厲害 趙介人不會 所以不會這樣選擇 另外一隻就是奇妙之春 奇妙之春真的試過跑泥地 又不行 跑草地又不行 怎樣判斷他跑1650 不行 其實有時候都是要猜的 不過這隻馬 從來都沒有表現過 那些比較快的末端 用黎海榮117磅 他有23秒3 還要擺在庸間 但是如果大家有印象 贏科超影 八卦這些 都是屬於四班比較強的 你現在還是四班 跑1650 照計那個末端 就會好像你最近跑1200 拉長一點 就是變慢了 既然他衝出 隔三天再出 其實他都 一定會立心減分給你看 這些馬 是四歲而已 還有用的 他壓到分低一點 等過完暑假 這隻馬熟一點再看 其實奇妙之春的樣子不是太差 說真的 我覺得在五班來說 但是現在對著四班對手 隔了19天 照計曾情就比較難贏 所以我們暫時就不要看它 但是這些馬要記錄 要記錄 日後你要記得 有一天 我說奇妙之春 你就要記得我今天和大家說過 這隻馬 其實應該是將來要跑 五班才會選擇的 至於宜昌勇區 就密跑減分 跑了三次 都是接近包尾 你可以賴濕萬地 或者是12米不適合跑 我也同意的 因為這些馬暫時都快要轉五歲 暫時在宜昌勇區 都不算是很成熟的馬 這些馬其實都是屬於中短途的分子 不算是很強的 所以我會跟大家說 這些馬都是等它下班 開始有走勢的時候才看 如果又是那句 你無緣無故拼一些 開始減分的自購馬 很多時候都是淘汰的機會大 你想想 年中1500隻馬 有多少是這樣退役的 也不少 這些可能是開始下跌的才少 好像最近的股市一樣 你以為2500很便宜嗎 原來20,000還可以再下跌 20,000你以為很便宜嗎 說恆生指數 原來還可以再下跌 有時不知道 不要去猜猜底 可以直接接近 就是見底 到時才買都不遲 他都會冷的 不用擔心的 為甚麼 因為有時外當 或者是虧了走勢而近 下次人們又不在意 變成潘頓幕來拉熱 那你就有機會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好了 講完這裏這麼多隻馬之後 大家希望自己排回心目中你的次序 每隻馬都各有的好處和不好處 希望大家注意些 這場局勢都是比較混亂 集中在前面那七八隻馬那裏 當然我畫了一堆 會不會全部走進來 我回答你 總有一天是的 不過 剛才有些未考過這個路程 可能兩隻都得到 不然可以 剝我牌牙 沒問題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我每隻做了功課 分析了給大家聽 說回它應該是怎樣給大家去思考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在堅仔裡自己記住一些心 排回次序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記得還沒訂閱朋友 右下角有個四星龍珠可以按下去訂閱 訂閱所有的朋友是見不到的 稍後還會有更多精彩節目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錯覺 星期日又可以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